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就揭开盖子 我现在觉得其实他还二十几岁 你这一个年许是个年轻人 我觉得要不是年轻人 如果像是一个中年人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情不稳重 考虑不周 但是就是一个年轻人 脑子里不知道可能一种理想主义 还是一种什么东西 这一下子咱就捅了娄子 捅漏了天 这往下英国开多少国峰会的时候 英国的军情六处 把所有的与会代表 当时这些国家首脑的电话通讯 也全部都在监听 这我觉得他在揭示出 这个另一个世界的一种 正好这两天 G8又在那里开会 没错 这两天G8紧张了 就是大家都要交代了 对不对 有没有听 那个普京 G20也就能听G8 对 20都听了 8还听不清楚吗 陶老师对这个斯诺登 这事件有何告诫 我觉得这个越来越好看了 这个美方已经说 这个中国的间谍 但是呢 刚才您说的好 29岁 如果他是中国的间谍的 应该是长期利用充分打算 而间谍的功能 不是用来暴露的 是用来潜伏的 所以呢 要是真的是中国间谍的话 让他再多钱 付30年 慢慢升上去 然后再吸收其他的 这样的话 我想啊 要是在周总理的时代 是应该这样的政策 不用周总理的时代 现在的总理也是 但是这个现在也难说 也许呢 就是说中国手上 这样的间谍太多了 有几千 多的吗 现在 这个 刚好在这个时候 打你奥巴马 一个耳光 派上用场 就把这个给他动员一下 甩出去 对 也是不住为奇 这个我代表这个外交部的华春莹 跟你说这是无稽之谈 但是 最近这个斯诺登啊 我 我感觉啊 我感觉他应该是都被香港控制起来了 我代表 可能说他还自己 我代表梁振英 郑重地回答你 我们不透露任何事情 这不是 他还能跟这个英国卫报的那个 已经开始跟网友聊天了 聊一个钟头 他自己就说 美国现在在把它说成中国间谍啊 就企图转移注意力 而且呢 他还批评了咱们这个节目 因为上次咱们这个节目说 他用一些篇幅谈到了他的女朋友 所以呢 你看这个斯诺登 他很失望 他很失望 他也在看新闻 这个礼拜香港的新闻 他说怎么都在聊我女朋友 没有注意到公民隐私 我真正希望 他香港的新闻更妙了 关心他当初怎么成绩不好 后来怎么有这么大的出息 关心他17岁 立志的故事 已经变成一个立志的故事了 而且我觉得你说这个年轻人呢 捅了这么一个娄子啊 有的时候你看 世界还真是经常是年轻人改变的 就因为年轻人他想的不多 他想的不多呀 他这么一弄啊 我认为这件事啊 对所谓的这个普世价值观呢 有影响 你说过去咱们不是美国聊的 多慷慨激昂啊 就说这普世价值观 但是他这一娄子一捅下来啊 我现在觉得这就等于说 这普世价值观呢 就是桌面嘴上一套 背后一套 普世价值观就是两害相权 瞿其轻 普世价值观就是弱肉强食啊 那哪还有什么 你这英国美国 你干的都是侵犯公民人权的事情吗 但这说明英国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 违反普世价值观 并不妨碍卢梭 他们提倡的普世价值观的价值 他你看说到底啊 他现在在揭露他的还是英国的卫报啊 还是华盛顿邮报啊 还是他们自己的新闻系统 他整个事情是他这个制度里边自己的一个揭露啊 反过来他里边是太的像切尼这样的人 切尼跑出来说 说他是中国的这个这个间谍啊 有合作啊什么种 这种论调啊 哎呀说实在话 我们以前很熟悉了 一旦自己内部有有有有 有叛叛变不同的人分子 就说是外国势力的派遣过来的 现在还是这样 这个论调太熟悉了 就没想到切尼说这个话 所以这个这个呢 其实很可笑 不用多争 就很可笑 但是你要看到香港现在很多的老百姓投这个这个网站调查 大部分人都支持他 就觉得他做的事情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普世价值观的 你看看这个照片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这个这是美国最新的一期的是时代告密者 除了他后后边两个也是这个告密者啊 就这个你再看下边 这是香港已经有是有说是几百人吧 上街就捍卫言论自由 保护斯诺登 就不让这个港府引渡斯诺登 你看在下面 这个啊 他们说是英雄啊 这种争论呢 在美国也在出现 就他到底是个英雄呢 还是一个这个卖国贼 你再看下边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拒绝引渡 什么坚守法制 你再看下边 这是这个啊 香港人 你看香港人 你说他自私吗 他经常为了别人的事上街 你发现没有 是吧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香港 这恶搞的 是说呀 成龙就不要当这个香港的旅游大使了 以后 把成龙out了 然后呢 让斯可登当这个形象大使 宣扬香港的言论自由啊 是吧 保护公民隐私啊 哎 不过笑归笑啊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史无前例 对 那个 那个前副总统千尼也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 到目前最严重的一次 泄露国家机密的案件 这是他说 他们在 他在一虎的节目里面说 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什么呢 是第一次有西方的人 而且是白人 白人 不是华人 投诚中国 投诚中国的领土 这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 所以我们处在一个 历史的转折点 白球温呢 白球温他不是投诚 他不是投诚 那你觉得怎么处理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问题 刚才呢 刚才有一个示威者 说坚持法制 反对引渡 这个话是有点矛盾 因为我们不要忘了 香港的美国 有一条引渡的法律 就是说一旦 美国定性为 这个小子是犯了 美国的刑事罪 他正在 律师正在 找这种依据了 你这个香港 非得把他引渡回美国 不可 这才叫香港的法治 要么你就说 我不能引渡 我有难言之言 因为中央说 这是中央的人 那么香港特局政府 应该把这个话说清楚 就根据基本法 这个香港的国防外交 在北京的权力范围 这个一定要说清楚 因为我们香港和美国呢 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 这个不是我说的 梁振英最近从美国回来说的 对不对 这个是美国的内政 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我觉得不能干预 这是他的家事 对不对 家法 那么如果这个是涉及 中美高层的话 应该由北京中央出面 然后梁振英声明 这个不是我们的职权范围 香港应该置身事外 你不要干涉别国内政 这个是最重要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 这懂建华说 吃四方的饭 香港的双重忠诚 但是本来这个事情 是有可能发展 但是我现在觉得 被美国弄坏了 美国啊 现在他们焦急的 把这个事情 从刑事案 变成了政治犯 由他们的 就是转折点 就是说 他指责他是中国间谍 如果他说这个人泄密 他犯了刑事罪 他是一个职员 他犯罪了 他泄密了 这个很简单吧 那可以和香港 谈刑事的 这个这个引渡的问题 现在是美国 首先把这个事情 扩展成一个 说是好像是中国 跟他之间进行的一个 正冷战的 这么一个一个间谍 间谍这个是美国 自己提出来的 那同时呢 中国环球日报等等 中国有这个左派情绪 大家知道 那个南斯拉夫领事馆炸的时候 海南岛军机上的时候 中美关系 一旦有这个分别的时候 国内的左右 立刻会 一下子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 对啊 你说 所以我现在发现 这个事情在往政治的方向演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 是有点 不太好办 你看不是传说 这个什么环球时报 是代表什么的吗 是立场是偏左 还是什么 他现在公开的这个言论 就是说美国你应该给全球网民一个交代 然后那意思就是挺斯诺登 不能够轻易就这么引渡给你 那但是 我觉得斯诺登这个事啊 要不我老说呀 他这个一不留神 捅破了窗户纸 他实际上揭示出一个什么事实呢 比如说我就假想 可能任何国家都监控公民 是啊 对吗 这是过去好莱坞电影里 不住围棋吗 对任何一个国家 有的国家监量还更厉害 这个有些事就是你在桌子底下说 和桌面上说和桌子底下说 事实上是不是盖莫能万 美国也监控吗 为什么他要反恐吗 对不对 他要保障 包括在波士顿马拉松案 被炸死的那个中国女留学生在内的 全人类的安全 他认为这是替天行道 因为他早就说 这个监听是为了反恐 而不是说回护他什么什么 维护什么奥巴马家族的什么什么利益 没有这个这回事 所以呢 就话说在前头 如果这香港人今天说 我要言论自由 你美国少监控 那以后再发生这种恐怖袭击 说不定在香港兰贵方弄个炸弹 到时候你不要怪美国 可以美国现在把话说在前头 他监控的性质跟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 但是这种监控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 那当然美国手里 对啊 他谁来监督 他没办法 他不滥用呢 他没得监督 今天他印美钞 有得监督吗 他说把这个拉登毙了 你见过拉登那个厮守吗 今天这个两害相权 就曲奇清刚才您说 今天全世界人不信美国信谁 美国说他退市了 那香港股票马上稀里哗啦跌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可以说我不相信你 什么叫退市 什么叫量化宽松 你说你印钞票 我没看见 但没办法 现在这个星球就是由美国来当警察的 我想问你怎么办 该怎么办 就是你是恨他 但是你怎么着呢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想斯诺登要揭露的恰恰是美国 他除了在用于反恐的这个目的以外 他滥用了他这个监听的权力 用在比方说国家跟国家的关系上 比方说G20的会议上 那个那个是不是完全反恐 很难说 所以他现在全世界的人关心的挑战的是这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算你这个事情在法律上是合法的 在美国这个法律上合法 但是在道德上 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比方说他对于现在Google啊 Facebook他都说他们没办法 他们美国的法律已经规定了 你要交 比方说我这个FBI要你来提供 他就提供 但是他觉得你从你的这个良心上 从你这个机构上 你应不应该这样做 他提出的是这两个问题 那么所以大家会支持斯诺登提出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 而且还有一个跟技术的问题 他只听外国人 他这个其中的一条 他是专门对海外的人 包括现在奥巴马头大得不得了 他现在这个这个鸡巴的会上 七个都要再问他 为什么你自己的可以不听 专门来听我们的 对不对 那个每个欧洲的 他们当然也装装样子 他也要替自己英国法国的人说一说 对吧 当然实际上他们是有有有那个合作 另外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美国这个国家 他有法律有政府 他三权分立 他对于做这个事情本身是有不同看法的 你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 你可以看得出那些大公司 跟美国的政府之间是有合作 但是也有抗衡 对不对 他们还说我们一年提供了五千次 他可以公布出来至少 至少他不是无限次的任人取用 但是他在哪些地方能用 哪些地方不能用 所以斯诺登一个人 使我们大家一下子关心 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小伙子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我觉得你看有人曾经说过 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叫什么呢 90%都是傻子 只有10%的政治精英 在管理着你们 但是这个里面好像又有一种很危险的精英的这种看法 就是说你们这些民众 你们都是蠢货 就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害怕了 然后没受到恐怖袭击的时候 你们听到我在监听你们 你们就民主自由 你们就受侵犯 实际上在某些掌管这种权力的人看来 他很容易有这么一种观点 这帮蠢货 我就是保护你们的 但是你们当然你们民众永远是蠢的 你们只会在这喊自由 喊这个喊这个 你们不懂真正的厉害 该怎么评价道德上 你这个话说的很不错 因为你刚才说 完全人家西方是精英统治 就是说人民大众 极大多数是愚昧的 因为你不掌握这个资讯 你不知道这个真相 英国美国都是 外交政策 对于美国英国主流这个民意 第一他不关心 第二他不知道 像叙利亚 现在这个政府用大量这种生化武器 去对付这个本国 那些人民或者是那个叛军 这个美国本国的关不关心 他不见得关心 但是五角大楼 美国外交部 他会想到这些少数精英 想到美国的利益 他不必去咨询 每一个决策 咨询这些民意 要公投一次 他自己就做干了 所以你这四年你选一次 你给我这个权 其他你别问 给我靠边站 这是美式民主的这个意义 对啊 这不美式民主的虚伪吗 那你是民主 也不见得虚伪 因为民主并不是一个百分之一百完美的方式 但是相对来说 他收到制衡 刚才许教授说三权分立 你拿到这么多这个资讯 并不是说谁拿了 都可以的 要经过法院申请 像香港有这个法律 你要偷协听 市民的电话 你这个政府要向法院 报备申请 你为什么要听他 要存在 这是普京也这么说了 这普京到这旁边这个说风量话了 他说协听可以 一定要法院批准 对 因为普京是干什么 普京是客戈不 我就是干这个出身的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美国人接触的这个感觉啊 他有很可爱的一面 很单纯 很善良的一面 但是另外有一面呢 就是一种让咱们中国人觉得 有点这个不够干嘛呀 不够委婉的那么一面 就甚至有些变得有时候有点讨厌 就是一涉及到个人利益的时候 他那种个人主义当先的这种教育 就是我的利益当然是第一 你知道吗 他叫当私不让 就是我当然是第一 涉及到我的利益 比如说你敢欺负我美国 我美国要给你打仗 我的火线只能是在你的国境那个地方 绝不能够到我的本土来 就是他这种就完全涉及到他个人的东西 是一个一个强权的国家在上升期 是这个样子 就是不可 他总有下降期 而且你说就刚才咱们讲的就是他这种精英啊 他会带来一种这种权力 对全世界有没有威胁 就比如说我听最近听他们这个电脑狂们 就讲这个思科 这个思科你知道吗 中国大多数的主要行业的 这叫我都不知道他专业的词网络的那个关键节点上 他是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网络设备路由器的这种提供生产商 而这个据说他们跟美国政府包括美国军方是有合作的 在那个后边预留什么后门或者可以植入某种电脑病毒的一些什么城市 就说我们的防火墙啊 跟他有合作 美国天天说中国什么网络 实际上他们怕我们的华为 实际上美国就是网络占的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 他是鼻祖啊 那你说咱不该提放他吗 但是美国还有一个第四权 刚才您说的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 都是他自己透露的 卫报 英国那个左派 还有他杂志叫外交政策杂志都透露这种消息 我觉得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就是斯诺登他目前为止 他是通过西方的主流媒体来公布他的信息 比方说他网站回答问题 他是通过英国卫报的网站 对 说明这小子不糊涂啊 你说啊他你来到中国领土 你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日报啊 文汇报啊爆料呢 他为什么不像环球日报爆料呢 你为什么不叫环球时报记者来香港啊 我给你报个全球独家呢 为什么他变英国卫报呢 这里头不是有文章 所以我想这个是凡事要问一个为什么 其中恐防有诈 你说他背后会不会有人指点 有这个可能 因为这个间谍反间或者三重间谍 有时候把这个人本身 你到底效忠哪一方都弄糊涂 会不会这个是美国人讲干权传说 我觉得这个通通有可能 第四五天环球时报才给你拍桌子 也是试试水温 因为到底可以说环球时报不代表官方意见 环球时报连那个那个冲绳岛 也说是中国领土啊 后来中国不是半否认了吗 我们在日本马上抗议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到今天这一刻 不知道这个斯诺登到底是何许人 对 这个是连平上威虎山 我觉得连平 小卢将 这个自取微乎上看来 不是杨子柔 没准是个奸细 脸红什么 黄冷涂的 真是 怎么又黄了 再涂一涂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